6月23日,最高法院宣布推翻纽约百年来限制携带隐藏枪支的法律,这是十多年来有关第二修正案的第一个重大裁决,这一裁决可能导致更多的武器出现在街头以及公共场所。 科拉伦斯托马斯法官写道,法律要求想要获得许可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的纽约人出示适当的理由,证明该武器是专门用于自卫的,这违法了第十四修正案,因为它阻止了有普通自卫需要的守法公民行使他们在公共场合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纽约州政界对此均表达不满,州长霍楚表示将召回休会中的州议会举行特别会期,商议应对方案。 随后,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发表声明表示,对相关裁决深感失望。 他指出,美国最高法院选择废除纽约长期建立的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一裁决既违背常识,也违背宪法,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深感不安。 他表示,在纽约州超市枪击案及德州小学枪击案等枪支暴力案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应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人民。 他称,将继续尽力减少枪支暴力,维护社区安全。 他也将敦促各州继续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法律,同时呼吁美国人在枪支安全方面为自己发声。 而今天的裁决,预计也将对加州、马里兰、麻州、夏威夷、新泽西和罗德岛等拥有类似空枪法律的州产生不利影响。 6月23日,美国FDA已下令美国电子烟公司Ju停止销售其电子烟产品,并将其从商店货架上下架。 理由是缺乏数据和证据来评估其潜在的健康风险。 根据FDA的命令,Ju必须停止销售和分销其电子烟设备,以及四种类型的Ju烟弹。 该命令并不阻止消费者拥有或使用Ju产品。 Ju可能上诉,并提出相关产品的修改申请文件。 据FOX116月23日的报道,警方正在调查好莱坞发生的几起致命枪击案。 距离好莱坞星光大道仅几步之遥的标志性街区,在六天内发生了三起谋杀案。 最新的致命枪击事件发生在好莱坞大道康阿盖尔大道W酒店以南。 22日晚上7点,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发现一名男子被枪杀。 目击者告诉调查人员,本来在打斗中的嫌疑人突然掏枪射击。 受害者在被枪击后试图开车离开现场。 然而他撞上了几辆停车的汽车,当局宣布他当场死亡。 受害者的名字和嫌疑人的描述暂时还没有公布。 6月16日发生的另外两起谋杀案的被害者已公布, 被害者在与6月22日案件同一地区的小巷中被杀。 马文·弗兰塞尔·威廉姆斯已被确认为嫌疑人, 警方认为他携带着武器非常危险,嫌疑人仍在逃亡。 6月23日,欧盟峰会批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为欧盟候选国。 欧洲议会主席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是欧盟历史性的一天。 此举将加强乌克兰,也会加强欧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官方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这是乌克兰与欧盟关系中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刻, 并对欧盟领导人的支持表示感谢。 6月22日,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 在伦敦北部和东部的污水检测中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的病毒痕迹。 该机构随即宣布这是一起全国性事件, 但目前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1984年,英国确认了最后一例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的病例, 并于2003年宣布该国已无脊髓灰质炎。 这是英国时隔40年再次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痕迹。 英国卫生安全局流行病学顾问表示, 这种病毒有传播的潜在风险, 尤其在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的社区。 在极个别的情况下, 这种病毒会导致未完全接种疫苗者瘫痪。